你一开始送外卖 时间自由 我今天累我多少送一个 我今天不累我多送 等手上有钱了 我买个车开Uber 一开始我先送外卖 有钱了是开Uber 时间自由 我自己又自己拉拨 你去安博 你去12小时坐着呢 我经不推荐 你去安博 你去安博 你要是送外卖 时间都自己 完全自由自得 我是说先跟着学术 你考虑一下 我是觉得如果你做那个 你送外卖一天 怎么也有100多 怎么也能挣得到一个 这个技术 这个技术没有 送外卖一天100多 肯定有吧 我觉得肯定有 12周蛮多 你送外卖一天100多 肯定有 因为你自行车说你没成本 我操零成本的 我操有个跑车的大姐 我看就看自行车的 没有就负责 不责是不行 负责是不行 不不这个事情不能生 连自行车都想生 我操 连自行车都想生 我就是帮忙 穿着那种换的方法 你要电动车1000多不可 200块哪个自行车 200块 因为你天冷了 你自行车也不行 因为你的东西凉了 一定有那个 后面有个保温 这技术没有用 没有用 虽然这技术干什么 这技术有什么用来的 你说这技术有什么用来的 不一定能碰上什么 谁知道 概率非常小 阿富婆来你这里 让你按 我是不觉得可能 人家都去高级会社 对 真的富婆都是高级会社 来这里的估计是打工资 对 就是交给同意 他给你多少钱 17块 我说他发你多 打60元 40元 40元 那扣17不只有23元 23元 好 工具车票报销 那个纯粒吧 你不是说35 40元 那这么算呀 那才23了 那你过去呀 过去 主场给我们那个什么 45块钱 那个 叫什么来的 现在是给多少 过去是41元 白天高41元 你38就扣23 那才17块了 反正就是 你大概每天就23 我们过去都是这么一时就算 那你才算 那你回来还有23 加上车票17 我说纯粒 到你口的 纯粒23 纯粒 纯粒 又降了吗 我以为你跟我说23太少了 23你一个礼拜才160 才160 纯粒30 一个礼拜160 一个月才640 那不够了 这45块钱赌场白给你 就下了大巴 白队 那你们不得扣27块车票 75 那太少了 才20多太少了 然后 每天就是 你资金从哪里 然后里面人一打出来 就给他花少了 我说你纯粒20多太少了 20少了 那是过多了 20多太少了 那就一个月变成不到700了 多给他要点 防住够了 你记得我不够花了 多给点 水档船高啊 老训 家里面是送完卖的 这个执行车送完卖的 执行车也挺难够的 200你都不愿意 是吧 愿意 说送就能送 对啊 没有再便宜的 200这个 你要愿意送 我们能给你投资 要愿意上班 马上就能上班了 你得去公司注册 要么熊猫 要么犯款 那我看就这两件 那首先你路线得收啊 比如说你拿三个外卖 你马上脑子要过滤 怎么送快啊 在一条线上 顺便算 一家在北方那 一家在casina 一家在植物园 你立马就要脑子冻起来 15人 真好 那他有一个计算的 他们会自己给出最佳路线 自动的 不不不 你司机一定要有这概念 怎么送越快越 水 我过去快汽车 你要送三分的话 先把最好吃的 最好吃的先自己吃了 剩下两分给他送过去 这是最佳方 远的自己吃近的可以送对吧 那你就不选 立马要换工作 我有40到20差很多 可是我看 我以为你车票是免费 那还行 你车票的时期 这样就不行 这立马就看那去不行 抛销跟免费也一定要 只不先偷钱买票 为什么我给你帮助 那么你纯令就降低了吗 这个钱太少了 能到秋天秋两个 秋两个你送外卖也不能送了 你自行车送的 自行车街上有卖二手的 100块钱 几十块钱的都有 六七十的都有 但你天两个的自行车没害怕 变速的 计划 现在事情不多 想跟两个走线 现在要不要合作 这事没有比我合作 现在又要学退属 又要放新的工作 你别换房子了 换房子开销上去 三个人合作了 只能是这样 你工作稳定了再换房子 你搬到哪个家庭 你现在应该才600多换个屁 我没有换 我以为你本来1000多 那叫你换600的房子 你用这600多 那你怎么换 600多就换个1000多的房子 哈哈哈哈 你要换个1800每日600的 你没办法什么 你由约收入才600多 找付货 找付货 唯一的出货 看那个900块钱的房子 我怎么看房子 900块钱是一间房子 对 人家房东愿意让你住 你让房东一半不愿意让你三个人住 你找个女人打伙吗 都给朋友介绍了 那你找个介绍的女人 所以自己找个大姐 你也别沉 你区里有牵线的红鸟 就认为没人 你这样可以找个大伙 找大伙 找大伙 朋友介绍放心 那个就是 哎呦你又没多少钱呢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猜 人家认为你合不合适 合适不合适 大伙你也没花钱 大伙你不可能不花钱 对 对 以前交的朋友说是 这样 你那个 呃 你服康备我服 我服上网络 我说是个T恤 你看你有身份吗 你能对吧 你能对吧 他对吧 所以说自己退休 你的卖点 你应该有个卖点 这就是你卖点 16年的时候 对 你现在是不是旅卡了 公明录了没 不是旅卡 公明你一样的差 多人 可是你半身份 公明好半年 就是 帮女的半身份 哦 就是担保别人 对 但瑞卡也行 至少你有个卖点 你说你愿意帮他办身份 入籍啊 那也就是 只要你小卖的话 不是 你要有个卖点 让对方出现个帮你入 哈哈哈 也可以 然后你再申请他 好累 你入籍不花短 不花短 机份表 好 那个 支票 人家不能用线 支票表 申请上 你看 提前三个月 六十 然后好像是超过六十 现在有中文 中文 对 有中文 六十 你要懂英文 那你还没到六十 没有 才五十出来 五十 对 那还得等十年 七 七几个 七零四 十年 要等中文考试 英文也可行 我留学生 我不怕语 我不怕语 哎呀老吕 你看你混的 我真的是 找个大伙子 找十年前就敢 你也无所谓他 有没有小孩 我还是不得无所谓 那你还拿我 就是有个小孩 你不怕我 像四十多岁那边 四五岁小孩子 二十多岁 都可以了 大学毕业 在那边 反正不用你养就会 无所谓 带着他跑的场合下 哈哈哈哈 不用 这个一定要提前 不然的话 你没有卖点 你一定要有个卖点 说好了 提前说好了 你说你去过日子 大家费用 就是说 你出多少 我出多少 然后呢 以后我帮你卖个身份 你没说 你卖给我 对 我看你就是 你不然谁干净 对对吧 因为你又不说 对方不去 对方也得出啊 对 那那个人就说 房租生活 我也二一天住 差不多吧 房租跟生活 二一天住屋都很贵 你要是找个足利的 你一千八 大概在水面里那两天呢 找个有房的就解决了 二一天住屋 你找富房嘛 找富房别打火 找富房 除非说好就两个住一个房间 不住一个 一套的话 你开店就上去了 住个房间九百 一千 免得四五百 还是 对 四五百 你要找到住一个独立的 你就不行 他们一般人现在就是一个人住的 像那个六百算很贵的 一般就是四百四百五 再多才长住 什么叫四百四百五 他们那个就签成新移民吧 没有跟你房拉圣的房间 你一个单间 现在都要七百以下 对 三个合住的话 也太贵了 你要人多房东 不愿意 不愿意 大一点的单 大一点的单间都得八百九百 带个厕所的 叫套房都得一千以上 这是市场 寂寞 他们在外面 非常的寂寞 因为出来看到的都是草跟树 出门就是树跟草 人特别的寂寞 连人都没有 对 就是这样 晚上连路灯都没有 出门就黑漆漆的 没有路灯的 没人没灯 就是树跟草 九点睡觉 又睡不着 然后寂寞 人特别寂寞 老板说 呀我得胃胃胜了 我赶快回来 来两个月 除非你有个女人 不然你 你特意满掉 在法来这边 没有女人 至少都是人 因为你出门 没有这种 就是花跟草 然后呢 就是灯都没有 纯自然的 纯自然的 然后整个人就 无聊寂寞 空气 嗯 去上车